引起狗狗发烧的情况比较多样 如果狗狗出现明显的腹吸道感染症状 比如咳嗽打喷嚏等 那么建议及时治疗原发疾病 然后根据狗狗发热的温度 选择合适的退烧措施 比如当前体温低于最高症状的体温 0.5摄氏度时 建议使用酒精擦拭狗狗的皮肤脚垫等区域 如果体温超过最高体温1摄氏度以上 那么建议及时使用非载体类抗炎药 狗狗的正常体温比人高很多 一般为37.5度到39摄氏度 平时在家可以测量狗狗的腹骨沟的体温 测量时间一般为3到5分钟 但是如果狗狗已经处于发烧状态 那么测量皮温的准确度将会降低 建议到宠物医院寻找专业的人员测量直肠体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